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东西不一样 对吗 所以我们在这里先执行 先写一个class class叫做Radio R-A-D-I-O 是吧 然后extendous 谁啊 Chatbox 这样写完以后 我们想让它和原本的一样 我们是不是contracture 就得先继承复类的 那就应该带什么 so far so far带的时候 我们原本那个chatbox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parent呢 所以你一样也得给它把这个parent怎么样 带进去才行 听听了啊 带你才行 第二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一样的 我们还去处理它吗 不去处理了 我们只处理谁啊 click check 和底下这个 那click check的我们在处理时候 是这样写的 click check click check 直接overfly handle click check click handle 就这个玩意儿 click handle 写这个 这样就覆盖了 覆盖了 就是原来那个起效吗 不起效了 不起效了 那么不起效了 我们在这里是不是要输一个值 这个值是this.check check 等于一个true 因为它只有被选中 没有不被选中 你想想那个单选方 单选按钮组 你能叫它选不中吗 单选按钮 你能叫哪一个选不中吗 不能吧 是吧 那所以它都是true 都是true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那个chap radio呢 它肯定还有大小时分是吧 这个就是那个radio 对吧 而radio是 195104 18乘18 这个宽度和高度怎么样 不一样是吧 是不是这宽度和高度不一样 那宽度和高度不一样 我如果直接写在这里 那那怎么着 你是不是就得修改这里啊 这样特别麻烦 那我们能不能通过参数给它传进来呢 那通过上面这个参数传 也不太方便 通过上面这个参数传也不太方便 上面这个参数传也不太方便 是不是不太方便 是吗 那我通过这里传行不行 传入宽高 wh 就叫宽高 好吧 这个wh有没有值啊 没有值是吧 那我传入是多少 14 这里接收是不是叫做wh 能理解吗 这里接收叫wh 那这里是不是我带进去就应该是wh加什么 加px 这里也应该是wh加px 这样显得能理解吧 那我们看到这个结果 如果我现在使用的是底下这个 自然而然也是这样了 我们现在来把这个redo new一下 lut radio 等于一个 等于一个什么呀 等于一个new new 啊等于一个new new什么呀 new radio new radio new radio re radl new radio new radio的时候我们一样放过document.r hold it 然后我们在这里 怎么样 查看一下它 有了吗 是不是跟那个是一样的 只不过不一样就是它只能选中了 不能够怎么样 不能够取消了是吧 那现在我们想要把这个就不是传十四了 我想要传多少 我是不是想要传十八 是不是传十八 那我是不是把这一句话就不要在这执行了 我在底下这块不执行谁啊 不执行sofar 不执行sofar了 注意我在底下不执行sofar了 而执行什么呢 而执行这一句话 你看到吗 我是不是执行这一句话了 是不是执行这一句话了 当然执行这一句话以后大家会发现我们这里会怎么样 会报错的 看到吗 这里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干什么呀 执行sofar 是不是必须要写 必须要执行sofar 也就意味着你要是把这一句话写在这里 我们底下就干什么了 就不能用是吧 那我们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在这执行一个z4.init方法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在这里执行一个z4.init方法 这样写有问题吗 这样写有问题吗 这样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我在这里执行z4.init 是不是就执行它 执行它紧急往下走 那我现在在这里当然就不写这个了 我直接使用sofar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写sofar了 这样写完sofar以后 然后底下我要改那个东西 我就怎么样 直接把原来的这个init方法给它干什么了 是不是把init方法给它覆盖改掉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样覆盖改掉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看一眼这个结果 是不是就变成18了 看一下 打印一下 报错了 这个parent append chart 这里没有把那个parent传进来 是吧 这个应该在干什么 传一个parent 这个应该是parent传到这个里面 再传到这个里面 对吧 这个一样 也得有一个parent 也有一个parent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诶 但它改了没有 看是不是18了 是吗 这时候我们就改了 改了通过这个就改了 改了以后 现在我们这个样子做完了 然后我们紧接着来做后面的谁啊 side checked side checked 就是这个side checked 在设置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和这个谁啊 还和unio和chatbox 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它也要需要传一个叫name的值 因为你没有name 它不能确定是一个群组的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在这需要传一个name的值 传一个name的值 传一个name的值 并且在我们创建好以后 并且将我们创建好以后 我们需要把name的值 传给谁啊 是不是传给这个chatbox里面 对不对 需要传给这个chatbox当中 name的值 需要传给chatbox当中 那么这样传过来以后 我们最后就可以设置 cchatbox chatbox chatbox chatbox.name 等于一个 点name 我们这个点name不行啊 点name 因为chatbox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chatbox是一个DIV DIV当中不能设置什么呀 点name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前面学过叫 side add build side add build 设置一个name属性 name属性是什么 就是这个name值 name属性 这个时候我们就等于给这个chatbox增加了一个name属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radio是不是就会 这个chatbox是不是就有一个radio radio下面有没有name值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radio是吧 这个是不是我们那个DIV chatbox的DIV 它这个下面就会有一个name值 你看一下 在这里是不是多了一个name值 如果这传的是什么 按照发明 因为我没给嘛 是吧 我们在这给了一个name 能有一个 比如说能有一个sex 单选嘛 对吧 我说给一下 你看一下这里 给进来了没有 有没有 没有 为啥没有呢 因为我们负类首先就怎么样 就没有是吧 所以你最好还是给怎么样 负类也加上 是因为你传不传负类 那再两说 你负类要不要再两说 是不是 所以你还是把负类也加上 我们给负类当中 可以增加上这一条 也可以不增加 这一条可以增加 也可以不增加 现在我们再刷新一下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传上去了 好了 现在传上去了 那紧接我们来修改这个check的 check的当中 我们只不过修改的是谁啊 修改剩下两个样式 一个是x是 哪一个东西 这个 一个是175 一个是175104 这是被选中的 175104 我把这个修改一下 175104 选中的是175104 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没被选中的 没被选中的是195104 195 195104 好 我们看到结果是这样 选中了吗 选中了啊 但是有点不一样 就是如果有做多的 我们肯定要让他选中哪个 是不是 是不是让他选中哪个 那选中哪个 我们是不是让当前的选中 然后呢 不是当前就怎么样 不选中 是不是 不是当前不选中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在这里设置不是当前的 不是当前的 我们怎么样获取不是当前的这些chapels review 怎么获取 是不是根据我们界面上的谁 谁 是不是根据内部获取 能不能根据内部调用到 试一下啊 我们在这里 获取light 获取 获取array 等于一个 document .get emnt by name 获取 根据谁获取啊 根据这个name 是吧 那name存了没有 没存是吧 你是不是还需要将这个name存一下 好 我们在这存一下 存一下this.name 等于一个name 显示 显示这块name不合适这么存 是吧 今天有同学问我 反正这个name为什么会变成字符串 因为window下name和stats一样 都是属于window下面的东西 是吧 那你在这里存不了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这样 写什么 this.name等于一个name 这样是不是就存了 存好了以后 我们紧接着在这里获取的时候 是不是根据this.name 获取 就是获取到所有的了吗 所以说我只需要让所有的都怎么样 除了当前以外 其他的都怎么样 除了当前以外 其他都怎么样 都不选中 是不是 都不选中 那用什么 我们在这里可不可以在前面再写个array 将这个干什么呀 转换将数组 是吧 转完数组以后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就可以用array.for each faction t 对吗 如果当前的 如果t 怎么样 不等于 不等于谁呀 this 如果t不等于this t不等于this 就怎么样 让t点 check的等于 first 是吗 如果t不等于this 将t点 check的等于first 好了 我们来多做几个看一下 就是做了一二三 三个radio 是吧 然后再看一下结果 这里一个选中两个 呀呀呀呀呀 没有干什么 没有被选中 是吧 是不是没有被选中 我们来看一下 打印一下array costal.log 打印一下array 我们看一下 array里面东西都没有错呀 有没有 现在没有 一点就有了 你看到吗 array的东西都没错 那为什么没有问题呀 因为谁呀 this 这里不应该是等于this 而是等于this 不等于this 点什么 chatbox 因为它是一个div 这是div吧 this是当前的对象 就是radio对象 是吧 而它chatbox才是那个div 对吗 所以我们要 this.chatbox 等于它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点击 这是出现一个 没读到chatbox 是谁 this.chatbox this.chatbox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this 打印一下this 我们看一下这个 this下面有没有 点击 先点击一下 这里点击有一个this this下面的 chickbox chickbox 对了 好 对重点 不能读取chatbox 哦对 忘了一件事 啥事 for each当中 this被怎么了 被修改了 是吧 self 等于一个this 然后这个改成什么 self.chatbox 好吧 换一下 打印一下 cost.log t 再打印一下 self.chatbox 看一下 这是比对所有的 是比对所有的 那么这个比对所有 我们应该是在谁 是在前面比对 还是在后面比对 是不是在修改前比对 如果在后面比对 就会怎么呢 所以出错了 就会不一样了 对不对 我们在前头比对来看一下 一点一点一点 打印一下 等于他 首先第一个点他 first 一个是处吧 再点击有一个处 俩first吧 是不是 那也就是说 在这里我们修改的是 将所有的都替换成什么 应该将所有的都替换为first 这样我们将所有的替换成first 不便利了 将所有的替换成first 然后将当前这个改过来 就可以了 check check t点 t点 t点什么 t点 不是t点 是谁啊 嗯 这样我把这块改一下啊 这个t是什么 array得到t将是所有的div是吧 而我们要改check的是所有的video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么写一个 在这里this.chatbooks.self等于一个this等于一个this 也就是说我们创建好的checkbooks下面有个属性 self就是我们当前这个video 因此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写t点 t点什么check的等于一个first对不对 等于一个first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让所有的都被怎么样选中或者怎么样不选中 来看一下 还有哪一块有问题 那我们在这儿来看一下这个first ch看一下t点 t点self 是什么东西 点击 当点击这个 是不是所有的radio 下面的check的 ch e c k e d check的都等于first对吧 这个时候当我一点击 某一个时 这里应该全部都化成什么啊 first 但是上面那个没有变 找一下什么原因啊 还是没有变呢 来看一下 上面第一次有了 清一下 点击第二个 点击第二个 这里会打印所有的 我们在这里设置了 其中的check的 里面的check的 设置check的是 设置check的 给值 设置check的为first 这个check的也等于first 那也就是说 后面这个值没有干什么 没有改是吧 你将这个值先放后面 先放后面 重新再来一下 试一下 对战 一出 这样我们 先处理这一条 先把这个注释掉 这个也注释掉 我们先处理这一条 当我们点击时 这是怎么 当我们点击时 我们先不管别的内容 先管这个 数组当中 让所有的check的都为first 让所有的check都为first 那么设置所有的check的为first时 让当前的check的不为first 让当前的check的不为first 当前的是 this.self this.we are self self 等于一个this 在这里 如果说 如果说 谁啊 self self.chatbox 等于 等于t 不等于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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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让它显示过去 就让它显示过去 显示谁啊 不设置 不等于t 就让它为first 当点击第一个 循环下去 这样吧 我们在这儿重新处理一下 重新改一下这一条 先将我们整个的这个self 先取出来 这是我们当前的内容 然后把我们数族取出来 这是所有的 所有的取出来 所有取出来以后 将不是这个first的 将不是的 我们更改为first 更改为first 更改为first 那就应该是 我们这个样式改变 更改为first 我们就是将这个样子进行改变 将不是的 将它们样式改变成这个样子 对吧 将是的就不改变成这个样子 那不是更改成这个样子以后 我们在这里需要判断 判断谁啊 判断当前谁是 判断当前谁是我们这个样子 谁是我们这个样子啊 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self array.for each 判断faction t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判断每一个什么呀 每一个内容 判断每一个内容 每一个内容当中 设置它样式 是不是设置 就是设置它 看它当前的这个check的是什么 如果不是当前这个check的 我们就让它更改为什么 first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 如果说 this value value为非实 value为真实 我们才更改啊 更改谁啊 这一条 value为非实 也就是我们没有选中 有不要更改这个吗 不更改 对不对 value为choose 我们才更改它 更改它里面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更改其中的 这个 如果说 如果说self.checkbooks checkbooks 如果说self.checkbooks 不等于t t是所有的什么 DNA 对不对 我们就修改 就修改 t.self t.self是谁啊 t.self就是我们上面那个 就是这个self 就是他 this 点什么 check的 等于一个first 等于一个first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首先我们会有这个值 当点击时 我们就会 是不是跳过去了 在这里一定要判断有个条件 true时我们才进入 first时就怎么样 就不进入 first时不进入 要不然你first一进入 不就循环变化太多了 是不是 只是在当前 如果是true时才进入 那么紧接着我们这个时候 再把事件抛发出去 这个radio就更改完了 这个radio就更改完了 在这里面有几个概念 一个self我们干脆把这个 不要叫self了 我们直接就更改成这样 我们在这有一个dna 等于什么 this点什么 chartbooks 这样就能理解了 是吧 把它替换一下 如果dnav不等于当前的t时 我们就修改 t点self点check的为first 那这样修改完 它就可以达到这样的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 那当然有时候 我们还需要给它一个初始值 比如第一个 我们是不是需要给一个初始值 video点什么 check的等于什么 cho 是不是 这个时候它就有一个初始值了 当然用的时候 它就有初始值 这个就多远就出来了 那么同样呢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干什么 也可以做单选 来看一下 let check 等于一个new chatbooks new chatbooks 然后一样放了document their body their body 然后底下这里会放几个 一个两个 三个 四个 一个两个 三个 out在这里做结果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怎么样 多选 这个是什么 单选 这是拿面向对象写出来的内容 拿面向对象 这里就用到了继承 这里就用到继承 在这个继承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get 我没有覆盖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initcret 我们没有重新写 发现了吗 我们继承以后initcret有没有重写 是不是没有重新写 那继承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原有的那个类的方法已经写完了 我就用那个方法结果 我就可以继承 听明白了 在这里说刚才有一个地方有点晕了 这个一定要加什么 加value 判断value是不是处 如果处的时候修改 不是处的时候不修改 好 这是ES6的